早上好 早安 厦门 中国人的宴请 主食必不可少 宴会菜品中也增添了一道很接地气的主食 面馅 厦门人吃面馅是用来唤醒早晨的 而面馅的制作也需要披行带阅 面馅成为闽南人主食已经有八百年历史了 我们主带就是做面馅 面馅就是做到现在 到我这一带就是第一次带了 闽南人祝寿贺喜要带面馅 亲友送行吃太平面馅 家中待客吃猪脚面馅 如果办酒席或者孩子满月 头道菜更是用面馅 代表福寿绵长 面馅寄托着人们朴素的情感和愿望 但在宴会上使用面馅 一开始就是个挑战 面馅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吃起来Q 吃完碗底不能有油 炒面馅是厦门特有的小吃 现场炒制面馅成为整个流程中的关键 对火候 温控 人员的配合度控制极严 陈志玲和团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好